哈囉大家好,我是柔好吃 我今天 整個睡眠不足 原因是什麼呢? 原因就是因為我昨天晚上 跟我老公看了一部 電影叫做 既身上又出 看完過後呢 我整個晚上都 畫面都是停留在一個大石頭 砸到頭上的那個畫面 然後跟刀子 我這樣算是爆雷嗎? 還沒有看的人會想看嗎? 但是覺得看完心情會很不好的一部片 所以不是很推薦那種 不喜歡看傷心片的 好啦,題外話 我今天就是要推薦我自己覺得 買Costco到一個很好吃的點心 先推薦第一個 不要說推薦好了 就是說 你個人覺得好吃的點心好了 這真的覺得不錯吃的我才會跟大家分享 有習慣就是女兒在 五歲的時候我偷偷起來吃一點零食 偷偷的時候肚子會很餓 一個就是這個 五整塊 都是芝麻厚厚的 這麼厚 大概跟我的手 一樣厚吧 跟手指抽的厚度 然後 這麼大塊 這是被我咬的啦 咬了一碰 它有點硬 可是它很硬 它叫做 有機酸麻牌 它會選說它有含蓋量 幾片就是180公克的牛奶 然後含鐵量是菠菜的2.3倍 然後是全數的 口服不前這個牌子 在Costco 現在買得到 我自己覺得蠻好吃的 因為它有白芝麻、黑芝麻 黑糖、糯米粉跟砂糖 可能會有一點熱量 可是你知道 攪一攪很香 然後我配的這個是 冰豆漿 微糖 我覺得這超好吃的 這是第一個 腳皮想要跟我想 看腳皮 腳皮很想吃 然後第二個 第二個我覺得很好吃 我女兒也超愛 這個 濃乳香米果 這真的蠻好吃的 這是旺旺的 旺旺鮮貝 那個旺旺 做的 然後它是這樣一箱 一箱裡面真的超多的 然後它還有 我自己很喜歡 那個雙 濃香米果 濃乳香米果的果 我本來雙豆乳口味 然後其實就像我們之前吃的 那個旺旺鮮貝 就是這樣 旺旺鮮貝 可是它的味道 就是豆乳的味道 好好吃喔 我女兒也超愛的 你看它一盒裡面超多 是不是超多 然後它還有好幾層 多口味就對了 三個口味 我最喜歡 這裡有寫 雙豆乳口味 玉米濃湯 跟五針骨味 然後它就是 它就是長這樣鮮貝的樣子 然後我自己最喜歡的是 這個雙豆乳味 然後BOBO也超愛 玉米濃湯口味應該也不錯 應該三種口味都不錯 這個很好吃 這個我也推薦給你們 很棒 然後呢 第三個 很多人都已經吃過了 我之前去吃那個什麼 這個麻辣鍋的 有便聯 那個麻辣鍋是什麼 我是金魚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有一間 麻辣鍋很有名的 它有那個零食 就是這個 老羊 鹹蛋黃餅 我不知道這是每一間都有 然後你看 它就這樣小小一條一條 這樣小小一條一條的 鹹蛋黃餅 這個的話是我老公很喜歡 所以這次也有 然後 因為老羊就是做方塊輸出 有名的嘛 你看我之前還想說 鹹蛋黃餅是能有多好吃 結果超好吃 老羊真的是太厲害了 老羊 它就是像方塊輸一樣 長得很像方塊輸 可是它是鹹蛋黃口味 這個應該很多人都吃過了 嗯 好好吃喔 這是鹹的 好啦 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Costco買這三個 我覺得都很好吃的零食 另外跟大家講一下 我昨天看了 其實是上流 我個人覺得 有點 太寫實 寫實到我都做噩夢了 睡不太好 小朋友說對嗎 健忘不要給小孩子看 它是保護級的 十二歲以上才可以看 保護級的影片 因為 前面很好 小後面會有一點點 太暴力了 我個人覺得 看完心情不是很好的 好啦 這兩個東西 是我的小茶 跟大家分享 五雞雙馬派 老洋鮮蛋黃 跟這個旺旺的 濃乳香無果 這個很適合小朋友吃 這個是老公 會很喜歡的口味 然後這個我覺得 老人家應該都不喜歡的 我個人還蠻喜歡芝麻 我覺得越咬越香 好啦 就這樣囉 掰掰 掰掰